我觉得潮流跟时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它就像快餐一样 会刚下流行的东西 也会迅速的衰落 固执是自身的气质 包括就是自己的穿着 女装它就像一个艺术 生活也是一个艺术 服装 音乐 还有饮食器具 这些都是相结合的东西 上完学之后 真正的从事第一份 职业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服装 我喜欢大部分的设计师 都是工匠和先锋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更接近于服装的本质 理念性最强的我觉得是 马克林 我最开始做品牌其实是因为性质 我非常的喜欢衣服 就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带给大家 品牌的名字叫做Feddle 因为一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Feddle 它的歌词含义跟我的经历和我向往的生活很像 另外一个含义就是 Let us a feather 轻鱼红毛 很稳重地去做一件事情 但思想一定要去靠脱那个技术 中心色调是黑色 因为我想突出的是键盘 还有面料 大型的就是 有关时装之类的机会 我都不会参加 几乎没有做过什么推广和营销 所以制造人也很有限 我们的品牌是比较小众 而且比较独特的东西 对剪裁设计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Feddle